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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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亮一定能行的 因为刚才我已经把我的信念传给小亮了 所以他今天一定会赢的 Lucky 其实你有没有怪我把你受伤的事情告诉李亮呢 你不是说过 希望他可以在赛场上分担我的压力吗 更何况 现在在场上的不止他一个 还有你亲手设计的光子精灵 事不宜迟 比赛马上开始 光子精灵 光子精灵 这就是光子精灵的炫光了 很厉害呀 很厉害呀 热字我们有希望了 就凭你这样的水准就想赢我 杀我精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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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惡 猎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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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猎� 停 什么 林亮的选手居然 能够顺利地收球 他 他还没有失手啊 道路出招了 为什么 为什么他可以这样 很奇怪 我还没说吧 那是因为 我的光子精灵跟我一样 都是那么坚毅不屈 是不会这么容易 被你们这些人打败的 今天就让我们光子精灵 一起收拾你这个嚣张的家伙 哈哈哈哈 你这小子 如果光子精灵真的跟你一样 我们咋就输了 就是吗 他们箱子精灵 狄岚的这招连我都难以抵挡 那小尊 今天就让你看看我帮助精灵真正的实力吧 想不到你在这么短的时间 可以利用光子精灵的特性 挡招出新的招式 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啊 可恶 我就看你撑得了多久 什么 他竟然使出了这一招 怕你出城 上啊 王子精灵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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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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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 输了 这 这一回合终于有结果了 胜出的是飞银队的迪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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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的比赛 我已经用事实证明 在赛场上只有胜负 我知道你们还不服气 不过接下来还有一个团比赛 不管你们的心里面有什么样的想法 都要统统抛开 我只要你们跟着我的指挥 做出整齐划一的动作 不容许有半顶失误 我要告诉全世界 什么才是真正的团队 记住 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拿亚军的 我的光子精灵跟我一样建议 我们是不会这么容易被打败的 就让我和我的光子精灵 一起收拾你这个嚣张的家伙吧 真是的 凭你这个黄毛小子就想打败我 太刺不量力了 你们笑够了没有 我们哪里有笑啊 我们是称赞你厉害呀 毕竟不是人人都能在赛场上说出这么搞笑的话的 讲不到大家的精神还是这么好啊 队长 队长 虽然我们在第一部分的比赛输了 可是在分数上 我们跟飞音队的差距不是很大 只要在第二部分的比赛中 大家可以发挥出正常的水准 相信一定可以将差距追回的 队长你放心吧 我们一定可以反败为胜 没错 只要等会我们 队长 队长 邀请 全国联校游游球大赛的团体赛部分 马上就要开始了 今天有信请到三位嘉宾评委 为我们的参赛队伍打分 接下来 首先由林智中学的飞音队进行表演 本次表演计时三分钟 开始 没想到飞音队除了队长的实力强以外 团体表演的水准也那么高啊 对 无论是棋手 出招 动作完全一致 你们知道他们的动作为什么那么整齐吗 他们都调整了球绳的长度 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悠悠球都从地盘线上 动作一致 飞音队的招式顺势 几乎跟我们的一模一样 你说什么 怎么会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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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精彩了 飞音队的表演 真可以说是完美无瑕呀 相信大家都想知道 飞音队到底获得了怎样的分数 如果为了比赛的公平 我们将在烈火队结束表演后 将分数一一公布 这下完了 飞音队不仅动作跟我们一样 还做得这么整齐 我们根本不可能赢得了他们的吗 说得对 要是我们照原先的排练上场 最多也是在团体赛打个平手 这样 就不能把那台赛拉下的分数给追回来了 哦 那该怎么办呢 那他们不是赢低了吗 那也不一定 行量 啊 加油 加油 终于到了烈火队表演的时刻了 看完前面飞音队的精彩表现 我们对烈火队也有了更多的期待 现在有请烈火队上场 奇怪 团体表演用的不是直线队形吗 没错 比赛一般都会采用直线阵型 为的是表现招式的整齐一致 而这种弧形是练习的时候才用的阵势 因为这样可以看清身边队友的动作 现在烈火队摆出这种阵型 到底有什么目的呢 机员在这么重要的比赛上 摆这种初级战士 看来你们已经彻底放弃了您的希望了 烈火队表演开始 疸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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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来 到终于由 加油 烈火队的表演非常特别 团体赛里还没有出现过 这样的情绪呢 团体表演要求的是 动作整齐 烈火队这样做 好像违背了 团体表演的原则 那可不一定呢 可能虽然 不是藤家发球 芥荽 对发球的时间间隔都是一样的 当第一个队员成功出招的平易时间 下一个队员就几致地发球 这种做法难度更大 更加考验队员之间的木齐 而且最后一个队员发球的时候 第一个队员的空转还在继续 如果平时没有大量的练习 是不能做到的 各位就让我们开开心心地玩球吧 什么 这次他们连做的招式都不一样 可是你们没有留意到 他们的动作虽然不一样 但彼此之间没有丝毫碰撞 能做到这样的默契可不简单哪 让我们把最擅长的招式使出来吧 他们的动作一点都不整齐 看来就算我们赢定了 你们真的以为是这样吗 他们的表演表面看起来 杂乱无传 但招式的类型都是一致的 他们不但发挥了团体合作性 还体现了个人的球技特质 你们看 他们玩得多开心 只剩下一分钟的时间了 到底烈火队能不能在团体赛反败为胜 有转局势呢 一定可以的 东亚大赛上的失败 曾经让我丧失了动静 但这一年来新队员的加入 还有大家一起经历的种种事情 又让我成熟对幽默的热忱和信心 我相信只要我们在一起 烈火队一定可以走得更远 这一年来 通过悠悠球 我终于明白了作为一个团队的部队长 真正的责任 为了猎狐队 我要更加努力 一直以来 我都以为比赛就是为了获奖时的荣誉 现在我才知道 江湘的荣誉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球兽心中的大分荣耀 今天我终于明白 游游球是一项真正的运动 管靠运气不努力是不可能做好的 经历了那么多的艰辛 我们才能站到今天的舞台上 无论输赢都没有任何遗憾了 以前 我只把游游球当成玩意儿 但是 经过那么多的挫折和教训之后 我真真切切地爱上了这项运动 以后 就算有再辛苦的训练和比赛 一直会让我把游游球玩得更加的开心 进步 上游游中 Kaloyama 很好 还有十秒 只要完美收招 猎虎队的表演就成功了 没错 只要我们能同时收招 脏了 我的手 了解 我的手快要支撑不住了 队长 队长 撑住 队长 你这小子 终于肯叫我一声队长了吗 各位 让我们为这场比赛 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吧 是队长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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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没有活跪的表演 精彩的难以形容 这是我所见过的最令人感动的 讲手 文体表演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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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余兰 大家继续往前跑 是 队长 下次的比赛 我一定不会再输给你们的 不过话说回来 我到现在也不明白 你们到底是怎么赢的 你到底有多久 没试过开开心心 玩你的悠悠球了呢 嗯 下次比赛 再见吧 我们在 阳光灿烂一天出发 心中许下的承诺 大家一生也信守 蓝天之下的约定 天打地打各不同的路 你和我 啊 你和我要踏上成长的旅途 满场路上感到孤独迷惑 请你相信我 抬头 抬头 抬头看看天空 你和我们 但你都要到孤独迷 光影星星在耳边 蓝的天 在同一天空下 总的平线 并肩向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